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今天呢,我們來玩這一款 呃...一位觀眾介紹給我的一款手機遊戲齁 那這個手機遊戲好像已經出了好一陣子了 那老頭呢,就很好奇的就下載來玩看看 那...大致上剛剛有一個試玩的那個教學給我 然後我大致上看呢 它大概就是... 就怎麼說,就是... 裝備自己身上的車子吧 這個車子裝備改裝之後變得越來越強 然後就可以挑戰越大的那個... 越強大的敵人 然後你會經過這些禁忌之後呢 可以拿到很多道具 這些道具,可以拿來強化你的車子 讓你的車...讓你的車子變得越來越強 這是剛剛獲得的這些道具啊 然後它這邊還會顯示說 你的這個攻擊力,你的血量 還有這個是能量的意思吧 然後可以改裝你想要的樣子 我們可能就是要可以把這個大輪胎拔掉 我們不要 拔掉血都變少了 我們可以把...我們可以裝成... 裝小輪胎 都裝小輪胎不知道要怎樣 為什麼裝了直接扣血啊 哇,也差太多了吧 這個加20滴血 我們這樣裝 可以抵擋前面的車子捏過我們 隨便講的我不知道 它每一個...每一個部件都有它的那個血量啊 然後這個血量加15滴 當然是加15滴比較好啊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拆下來 裝更大 這些都加太少了 都太爛了 然後我們這是20 15 攻擊力...喔...加9的 然後這個比較弱一點 這可以放前面嗎 欸,我們好奇這可不可以放啊 不行,它只能放一個點而已 好吧 我們直接開始 好,我們剛剛已經打過一場了 好,這個應該都是電腦 應該不是玩家吧 好,直接上! 有沒有 喔,底拚耶 我的攻擊力貌似比它高了一點 可是...它的攻擊頻繁... 攻擊速度比我還快啊 喔,差點輸,差點輸 好啦,打起來是蠻... 蠻不錯的啦 有連勝,連勝好像... 連勝三場 好像會送... 送寶箱之類的吧 好,然後繼續打 好像這就是一直比一直比就對了 有沒有感覺 唉唷 為什麼它突然翻了一下啊 好酷喔 欸,我輸了吧 太作弊了啊 NO 我失去了連勝 為什麼... 為什麼... 是我想要打入決賽上的電視呢 呃... 我幫你簽了冠軍賽第一階段 你是在搞我嗎 我剛剛打輸了耶 冠軍賽 要進入決賽 你至少... 呃...至少需要通過23個階段 哇賽 火神砲 好 我相信你可以進入決賽成為明星 不過讓我們先回到第一階段吧 好的 哇 我好可憐喔 那是你 你在對戰你 有幾種贏得冠軍賽的方式 乃是是... 在一連串的戰鬥中獲勝吧 啊...對戰 與所有人對戰 與你祖宗... 祖宗的所有其他玩家足以對戰 贏得三場可以... 立...立即晉升 這是韓國人耶 這是真的ID喔 我怎麼可能贏啊 鬼扯 我連續三場都輸了 欸...這個...這個還行 欸... 草莓車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這是送的是不是 這是...這也是草莓車 他的...他的...他的名字叫1234588 好...再見 來... 唉唷... 跟我同等級的喔 在互相抓癢 不過我攻擊比較高 耶...我贏了三場了 好...進階第一階段 耶...好開心喔 呵呵呵呵 我該笑嗎 好... 恭喜你通過第一階段 耶...好開心 你看這貓咪...so happy的有沒有 好...獲得了錢 跟寶石 好...我們解鎖了 你已經解鎖更多強力的零件了 好...可以選貼紙 我們要選這個紙虎貼紙 喔...超級箱子耶 獲得了一個電鋸 再衝浪板時加30% 球鞋 這個是...機體嗎 泰坦 大腳...欸直接送機體的啊 經典 他還會送車身耶 怎麼那麼酷啊 刀刃...欸送太多了喔 有點銷售不了喔 這個送的真的有點多喔 好...我們可以先去改裝一下嗎 我知道你等不及要回去戰鬥了 不過還是先改裝你的機器吧 你可以融合一些為使用的零件提升自己喜歡的武器 我們先去改裝一下好了 好...這遊戲還蠻有趣的 你獲得了一份訂閱獎勵 好喔 我訂閱了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 來吧我們來改裝一下 選擇你想要改進的零件 呃...這個 然後呢 然後跟另一個零件組合 這個 然後呢拖下來 好...拖上去就直接升級 攻擊變高 可以把不要的拿來做升級耶 嗯... 車身的話血太少了 能量太少了 我們要不要選一個血多一點的車身啊 55 當然是這個比較好啊 你看這46 這55 6點力量 7點 這不是力量 這是能量 我不知道這能量是幹嘛的 可是你自己看喔 它上面還有那個... 很像...很像6...5角... 6角...6角... 6角螺帽 這個6角的螺帽是它可以放武器的位置啊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看它的這個... 武器位置的那個數量 來...來決定說要不要給它... 要不要裝在它身上 像這可以裝兩個孔 然後呢... 這是三個孔 三個大的 大的跟小的應該有區別之分吧 我想是吧 我們拿到這個電鋸...超強的 可是它上面寫說衝浪板10加30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啊 我想這個7的意思 大概是它的這個... 可以容納的部件的數量吧 你看像它這個本身... 本身這個的是直接加5 我可以塞進去嗎 塞不進去 沒關係 我們再稍微研究一下 好 那我們...把...我們換這個上去好了 然後...改一下 加個電鋸 欸它直接上個6了欸 6了就不能再放其他的了吧 是不是 欸真的 果然是容量的位 容量...那個...能...能放窄的數量啊 能放置的數量啊 那我們就做這個電鋸再去啊 攻擊...攻擊還蠻高的 23欸 這是什麼啊 擊退器 我們沒有空間了啦 再放一個20的 我們寫好多喔 怎麼那麼厲害 好...就這樣打看看好了 寫100 然後...攻擊623 2 我看到你拿到了一個新的超級零件 我認識一個可以把任何一種一般零件變成超級零件的人 你只需要下注就好了 點選下注 這怎樣 這就是即將到來的對戰 你覺得...怎麼樣 誰會贏 原來是賭注喔 賭獲勝可以得到超級獎勵是吧 這不用講一定是這個會贏啊 脫衣你想要賭注的零件 好吧 我賭這個 好吧 我賭這個 OK 好 賭了 4 我覺得他會贏啦 因為他攻擊這麼高 25 然後這個呢 這個一定是右邊會贏啊 他還有獎勵加成喔 好 我們這邊再賭一個零件好了 我們賭一個很爛的輪子 嘿嘿嘿 死 可以賭三個喔 通通都丟 反正我東西很多 拿去拿去 不要這個加15 拿去拿去 都給你 我賭這麼多了 是的 輸掉就算了 好了 全部下注完畢了 現在你有足夠的經驗加入幫派 還有幫派咧 蛤 其他的貓聯手一起獲得利益吧 哇 很無敵 賤探的2萬 極致稱霸 不錯不錯 我才不要加什麼幫派咧 蛤這是什麼 獎勵金幣 從補給箱獲取金幣 什麼東西啊 看不懂 自訂衝浪板 你有這兩個很像藍色貓 貓長印這是幹嘛的 先看看 耶 這技能吧 算了看不懂 查看成績 可以直接觀賞了 打完了是吧 我們是讀左邊這一個對不對 對啊 左邊這攻擊力這麼高 不是吧 我的零件 我的零件 太扯了 是否想要找回失去的零件 不要 這個其實也蠻爛的 有跟沒有一樣 你的機身成功防守了5次 有人在打我的機體 是不是 我都不想再賭了 沒了 我們來打一下我們的冠軍賽 感覺打冠軍賽可以拿很多零件的樣子 啊 啊就剛好 剛好我們已經強化了機身 是不是 現在攻擊力超高的 啊死了 欸 欸欸 大大 不能這樣啊 啊 幹為什麼 我要撤退了 抱歉 我以為我們是打得贏的 結果呢 根本是被打假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哪個環節出問題的 好吧 動力不足 這個要多少 7 我們還是得看動力的最大量啊 是吧 這樣是不行的 我們最原始的是這個吧 7 為什麼會翻呢 要怎麼讓他沒辦法翻 要如何讓他不翻呢 兩個輪胎做交換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大輪胎在前面 可是感覺照理來講 大輪胎在前面才比較容易翻啊 好懊惱喔 我覺得呢 我們要先再試一次啊 我們先這樣子 我們先快速對戰打一輪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情形 為什麼我不行 為什麼 我知道機身太高了 我們換一個比較正常一點的好了 我們覺得呢 我們這個 集體太高了 容易 外七扭八 好吧 既然這樣子 不要不要那麼容易翻 好 一樣是可以裝大輪胎 沒問題的 好 要把你裝前頭 然後 擊退器 走哪裡 擊退器 沒地方裝 他沒有講說這個位置在哪裡啊 沒有位置可以裝 為什麼 我們還可以有一點耶 還有一點可以裝什麼 應該是沒有了吧 全部都需要很大的能量 好 打看看 你背著不行 你背著不行 唉唷 這個衝得很兇喔 為什麼 我又翻了 這個遊戲還要不要給人玩 哪 小輪胎 小輪胎 這就不會翻了吧 衝啊 哇 被擊退了 這個廢物 擊退我了 為什麼我都遇到打不贏的人 這看起來很強喔 來啊來啊來啊 啊耶 這樣就不會退了喔 贏了 終於來一個像樣一點的 來 我就不相信 再打一場 你在翻什麼東西啊 完了我後面沒有 我後面沒有攻擊 連勝欸 哇 連勝2送寶箱 解鎖 哇原來打個連勝還可以解鎖 哇勒 欸我覺得這樣我們還要防後 後方欸 可是我們沒有後方的武器 我們有這個啦 可是這個要4點能量 可是這個要4點能量 來我們來打一下冠軍賽第二階段吧 管他去死 行 欸 這個坨這個坨 贏了 拿到一個獎盃 要贏9場才有機會晉級到第三階段 好 現在連贏連贏 非常好 啊 推屁啊 等一下你這傢伙 要幫我推 完了 完了 NO NO GG 來 我已經忍你很久了 是你忍我很久了 輸了這一場 好多都打不贏喔 好多都打不贏喔 哈哈哈哈這個被推假的 哈哈 笑死 喔這個穩這個穩 他根本就弄不到我 欸不對他弄到我了 完了 我居然 呃 喔這個這個 這不知道在打哪裡 喔好痛好痛 鋸死你 耶 撞 哇他鋸得比我快 我輸了 他的鋸子攻擊比較高 繼續繼續 推到底 哇他傷害蠻可觀的 不過我速度比較快 贏了 水啦 我們來擦四面 四面獎牌 就可以進入第三階段了 第六 哇 這次還蠻順利的 欸韓國人欸 日本人也出現了 阿 不要 不要啦 拜託 我又輸了 哇這個會 這個會把人家慘起來的 真的是很誇張欸 欸攻擊好高喔 我死了 第十三場 第十四場 哈哈哈哈 完全錯誤到我 裴凱凱 我只贏得了八場 價值沒有賺近身吧 欸我到第一名了 唉唷唉唷唉唷 怎麼突然lag了一下 唉唷我賺到好多錢喔 我可不可以利用這些金幣去買點道具之類的啊 這叫課金欸 這是什麼 這是用 這是用 用寶珠去買東西 這個是技能類 類似技能的東西啊 嗯 傷害吧 增加是我次增傷害 還是獎勵的金幣 隨便啦 隨便升一升 沒差啦 好吧 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事情做喔 我覺得我們唯一能做就是把一些不要的廢鐵拿去賣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所謂不要的廢鐵 是指哪些 這個輪胎拔下來 沒辦法用 這到底是要裝在哪裡的啊 差一點就可以裝啊 只有那個擊退器應該就很強 來 再打一輪 一樣是贏九場 我錯了大哥 輪胎 我要退了 他這好像可以無限的一直打那種就是 冠軍賽的樣子 這個輪胎必須 要用小顆的 不用小顆不行啊 來 再來打 要爆推起來了 太過分了 完了 不要 直接下一場了 輸了下一場 一個都沒拿到 這個應該可能 我錯了不可能 也沒拿到 這攻擊比我高 我又沒拿到了 這個有機會 水 拿了一個 不知道現在太快 反正也沒拿到嘛 如果你不想看這戰鬥的話 還可以直接快轉 有沒有 還可以直接快轉 哇 輸了 呃 贏了 讚 贏了 欸為什麼沒有 怎麼沒有勝場 贏了 為什麼 這個勝場怎麼沒得跳 等一下我跳掉的不算勝場嗎 這不是直接看結果嗎 skift了嗎 What the hell 後面好順喔 結束了 一樣沒有聯姻9場 沒關係至少我們拿了一堆有的沒的 啊 8 這些聯姻8場 好的 非常棒 聯姻9場就可以拿到一個紫色箱子 抽一些道具啦 好吧 我覺得今天就差不多先到這裡啦 個人是覺得這個遊戲還蠻殺時間的 如果你出門在外等人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玩一下 啊 啊 那我自己 我是認為我不會課這個金啊 啊 這個對我來講就是 茶餘飯後的小遊戲消遣消遣而已 啊 基本上就是免費的啊 在安卓系統上面有 你們如果有手機 最新手機 下載來玩吧 還不錯 啊 那這是我今天的試玩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遊戲試玩再見 掰掰